嗨 各位erenLooxpress,早 早 早午好 大家今天早上好 杰瓦老师今天在上海互相网叫SYTÓP 这个地方,给大家做一个晨间枚语 我们来谈一些语法、以及发音的基础练习 还是一样啊,因为今天是中秋节 我想应该是到处都放假 所以昨天我在群里面给同学们看一下 所以老师昨天晚上也出去 那当然说大家比较 我们就有时候在想一些 有些叫culture culture shock culture shock的意思就是说 文化上的一点差异性 我昨天有看到一些群里面 大家在谈到 今天可能要去赏月 或者是说大家会做什么 you probably do some activities during the mid autumn festival 那当我们讲中秋节 叫mid autumn festival 那当然也有人就是moon festival 都有这种说法 那我是不太清楚内陆讲 这个中秋节它的翻译方法 不过台湾的话就叫 mid autumn festival 那或者叫moon festival 这两种用法 那当然 下雨 所以这是一个蛮好玩的 昨天好像有点下雨 但是因为也不见得到处都有下雨 那当然有些同学就比较好奇 就聊一聊 但有些同学好像第一次发现老师 应该不会很难发现老师 在哪里 蛮好玩的一件事 那今天进入第86堂课 Lesson 86 Lesson 86 那在昨天 老师这个 在我的公众群这地方 我一样有公布五篇文章 以及一篇影音的一个教学 那我相信同学们 我希望说大家如果有抱着这个想要多学习的一点心态 你这个文章 我希望说你真的有看一看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老师还是讲一下为什么好了 就像昨天 我们在教书的时候 昨天我们教到一个Learn 那有个同学就跟老师讲 他的过去是LearnT 那当然老师是有看过这个字 有看过 但是印象中我记得好像不是美式的用法 那所以在我的群里面 后来老师就翻下字典 因为其实因为老师 有的时候老师会 我老师是读美式为主的 从小到大都是美式教育 也去美国移民嘛 也留学 也留学十几年了 所以说 对老师来说 我接触音试的 几乎是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我必须讲实话 我完全没有 但是我会读一些音试的字典 词典 我会有时候去做一些这样子的学习 但是因为身为一个老师 我比较不太喜欢说谎话 所以说我有时候在这边 读着读着读着 我常跟人家讲 有时候你这样交叉交叉读 那交叉 包含有些作者他写了一些文章 那你不确定他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 所以他写了一大堆东西 你会开始进入到混乱 我们讲这个 我刚刚讲的Culture Shock 就是你会进入混乱期 就是你也不确定你到底学的是美式还是英式 因为毕竟我只有住过美国 没有住过英国 所以我对这个 我知道有些评法是英式来的 但是英式的使用法跟美式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美式他比较偏向modern English 那英式他有掺杂的一些其他的用法 包含他的隔壁的邻近国 这些什么法国这些德国 他所以说他有很多用法是跟外语 是息息相关的 当然对老师的想法 老师的想法学英式是正统一点 因为英国人也常说美国人这个没有文化 没有文化就是说很多使用的方法 可能是偏向错误 那老师必须要讲实话是这个样子 如果你喜欢一些 比较用起来比较正确的一个用法 那我建议学英式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那当然同学也问我说 那学美式做什么 因为外面的文化 很多同学们大家都有体验 如果你出去找工作或在外商 这工作都是在用美式 你用英式那个是行不通的 因为没有多少这样子的企业 可以任用你 所以你遇到美式跟英式 那美国人他讲话就比较rude 比较open 比较开放一点 比较straight up 比较直接一点 直接了当 不会跟你拐来拐去 不会有这种行为 美国人是很直接的 很direct i'll tell you what to do and you do what what me ask you to do 这是period 我们讲period 就结束 不用再去想 剩下的事情了 所以说 当然昨天教到那个字 老师 社会老师的话 我还是要提供给你们说 对啊 没错 所以我昨天特别拿了一本字典 这是美国的字典 原文字典 我就po上来 让你看 在字典中连这个字都没有 这本是lowman的大字典 不是小字典 所以说 你说奇怪 为什么这个字典 你完全没有learnt 这个字 连题都没提到 那你就懂了 所以说 当然老师是有 这个一点点这个概念 但是我不是 我还是要讲 他这个英语 这个学习是非常 如果你把它当成长远的一个计划 当然你都多吸收 多了解 我相信有很多字是 英语也没有的字 只存在在美语中 也会有这样子的用法 包含 老师一直在讲 有的同学会说 老师 你好像都不讲英语 你好像比较不像 其他老师 去提供一个好像绘画课 这样子 我要先讲一下 因为I'm not Native American 我不是本土出生的ABC 美国人 所以我自己认为自己是有上限 老师还是一句话 老师不会欺骗别人 看老师做这么多公众课就了解 老师带英语这块是付出的 就是我写了很多东西 让同学们可以用 或者我有我自己的一些观点跟想法 比较偏美式 还有我的经验 我自己的学习的场所 所以我告诉你的使用法 大概就是以我为自主中心 有的人可能不喜欢 people acting self-centered 太自主太自我中心了 但是我认为了 你去跟一个老师做一个学习 如果先决条件 你就觉得不喜欢这老师的话 你可以放弃 you have to give up 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观点跟论点 每个人他在写作的方式也都不一样 那当然你去找一个适合你的 会恰当一点 像老师有些人的文章我看 三页五页我就不看了 所以我能体会大家的一个学习的心态 想要学哪一样子 你就偏向那个方式 那当然有的同学也就想 跟老师这样一对一这样聊天 那我必须要讲一个 I'll be honest to you 所以我跟你一对一的时候 我讲话的方式偏向 美国洛杉矶长大的Asian 就是这个样子 我不会跟你讲我讲话像白人 impossible I'm not like that I'm not like that 所以我会跟你讲这样 但是如果有移民去洛杉矶 或者移民到别的地方 美国一些 你会发现老师讲话的 Tone Asian 就是完全就是ABC那一套 I'm not like that We speak English like American No 我们不会 不是这样 像我也看过很多我的亲戚们 我说第二代 我不觉得他们讲话像白人 never speak like white people or black people whatever 这个是一个论调 但是有的人愿意听 有的人不愿意听 老师还是一句话 虚心 接受你们的一些opinion 你们的一些suggestion opinion 还是一样 昨天这个字 老师就是特别 希望同学们也让老师上了一课 那老师也就拿一些文章来举证 我们要讲举证这个动作是很重要的 我一直跟同学们讲 如果你是在走教育这一块 你想走的长远 你必须要举证 你必须要告诉别人 你从这个 你不管是学的哪一个 哪一个这个方式 你的学习 你必须要举证 你必须要告诉别人说 你这个 学到这个东西是从哪里过来的 那我比较怕不举证的 不举证就是你随口乱讲 你喜欢讲什么就讲什么 这一类型的话 我会觉得比较不好 所以老师在教你们国际音标 老师不管在教国际音标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 也希望说同学们 去想一想 有时候你在学一些东西时 别人提供给你的一些 学习的方式 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还是他有其他的可能性 那我比较怕一些是自己发明 那就比较问题很多了 因为自己发明的就代表说 只有这个人承认这种方式 其他人看了都是都认为说 I will say 这个就不好 我常常看到有些人说 I will say in between 那这个就不好 所以老师通常都是 在我的课程中 我都是会举证 那昨天这个 我希望就是说大家比较了解 学习的一个方向 像我们这个公众课 老师比较喜欢 跟大家讲一讲 我自己的学习的一些经验 还是一样 主定五篇文章 我们也叫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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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先写下来 也希望中秋节有来看老师的课程 老师也是很感谢 因为我们定下这个课程表的时间是很早就定下来了 当然有些同学 他可能放假 放假 放假未聊未理解 其实我也是在放假 昨天有交了四个字组 昨天有交了四个字组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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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e这个地方有两篇文章 比较特别一点 首先先注意一件事情 我昨天有看到一些同学们 他在这所谓的这个发音的一个形式 那我们就来讲 我们就来讲一个简单一点的逻辑概念 L-E-A-R-N-E-D 他念learned 昨天我们叫到这个 L-E-A-R-N-T 念learned 好 这个就是我们在讲英语中 他在这个发音的这个地方 有些比较特别 就像ise 他有两种发音 他念ise 或者是eyes 同样在这个地方 我先跟大家讲一个学习的一个概念 有些同学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好奇 为什么有时候这个s 它的发音为轻音s 有的时候s发音为卓音z 我们可以念ise 也可以念ise 是不是 在这个发音的这个地方 就好像你会发现 learned 它有一个ed结尾的拼法 它有一个ed结尾的拼法 在音式的拼法 还多一个 F-E-A-R-N-T learned 有没有注意到 我要跟同学们讲一个概念 就是说 在我们英语 有些拼字的发音 为什么它会变音 为什么它会变音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逻辑 我希望你听完之后 你能更了解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在做发音动作的时候 就好像我们讲说 基本的一个语言的语义法 主词加动词加戒片 我们如果通常是这样子的一个流向 这边可以加形容词名词 你把它补进去 在你做练习讲话的一个动作时 当你在做一个讲话的这个动作时 当然随着你的语调在这个改变 随着你的语调 当然一般我们讲话的时候 我们知道整个句子中 有轻有重 有轻有重 个别的生词 它也有轻重音 它也有轻重音 但是大部分讲话的习惯都是差不多 都喜欢把比较重的地方落在动词这个地方 然后再往前面这样子走 当然随着句型的演变 有是惊叹剧 疑问剧 你会随着不同的句型 你落在的重音位置都不同 是不是同学 没有错 但是我们在讲 一般在动词 在动词这个地方 在动词这个地方 我们都可能是句子中最主要中的 比较重一点的地方 既然 在句子中 在句子中 你可能在某些词类的字 你放出来的音是不同的 你放出来的音是不同的 因此 因此 你必须要了解 对外国人来说 我们在讲这个颠倒音 Opposites 也就是FHK PST的一个学习概念 也就是B 也就是什么 VG BZD 颠倒过来的 FF 或变成V P 或变成B S 或变成R Z 我们这样子一个颠倒 看到这个颠倒音之后 你会有一个概念 有一个概念 因此 你会比较发现一件事情 在同样的拼法的字 当然我们今天就把S变成Z 是这个 来做一个解析 S变成Z 我们便做这个 讲一个解析 什么情况 你会替某些词类加S呢 比如说名词嘛 名词它有分S RES SES RES VES 的变化型 在动词呢 你加SES RES 是不是 因此 在动词或名词时 你把S变成Z 它的含义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就讲动词好了 啊 我们就讲动词 所以动词S结尾的字也蛮多的 S1结尾的字也蛮多的 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如果 我把这样 类似这样子的生词 它是S1结尾的 那在动词的时候 它比较偏向 它会念比较重一点的音 在名词的时候就不太明显 那名词是就不太明显 因为名词并不是在我们 发音的比较重音的地方 要做一个比较来说 动词还比它重一点 我们是这么看待的 所以每一种词性 它有些特定的字母的时候 比如说 一样是有S 一样是有Z 一样有Z的时候 它的发音 我一直跟同学们讲 老师每次提供给你很多 每一篇文章里面 都有很多生词 为什么我会叫你去查一下 它是什么词类呢 这个道理也就在这里 我希望说 你至少做一点功课 不要说 老师把文章 或者一些学习的方向给大家 可是大家连看都不看 就是也没有墨背 那我们的课程 像我们这个文章的课程 已经进入到 我来看一下 已经进入到第445回了 如果你真的稍微的有盯着 稍微的有背一点的话 我相信你现在应该还可以 因为445 这个非常多生词 所以老师通常都会 在帮大家想你的目标 当然 学习英语永远是这个样子 有的人 他会定下一个 You set up a goal 你去设一个目标 那你去做执行 所以有的常人问我说 有的同学常问我说 一句话 说老师英语发音 到底有多少规则 到底有多少规则 老师必须要跟你讲 老师我不公布是谁 曾经有一个老师 也不错的 我的长辈 他问我一句话 他说音标到底有几种声音 他问我这个问题 音标到底有几种变化音 我说那老师那你认为有多少 他说他认为有200多个 我说老师你好厉害 老师你好厉害 他就跟我讲说 对我也觉得我很厉害 我说对啊 那我说老师你是用什么方法 去知道有200多种音 他说他每遇到一种音 他就用手写在这个 笔记本上 他很厉害 就是用 传统方法一个字一个字 一个音一个音组把它 背起来 那他访问我 总统那你认为有几个音 我说大概900多个吧 他说啊怎么比我多五倍 我说因为我有用资料库嘛 所以你是用手写 我说我我我说老师我很佩服你 因为传统方式你寄200多种就很难了 我说我我我我是用我是写资料库 所以他只按个扭就全部跑出来了 我每次看到一些新的我就把它写下来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学习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可以跟你讲一本的传统老师 他也他也会一个字一个字的去写下来 做一个记忆 我讲到这一块 就是为什么我每天给你五篇文章 大家都看到440多回了 那你就了解到英语 其实他不但在同样的用音组合 也有可能不同的发音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其实有很多种方向 比如说磁性的不同啊 用法的不同 就像我们今天昨天讲的 为什么你会有learned以及learned 这就当然是取决于 你在ed形式的时候 它是念d 你在t的形式时它是念t 那当然你在做一个发音的一个展现的时候 比如说你讲到英语过去式的时候 或许你后面搭配的那个字 会导致你前方这个字念了一个d 或一个t 你要懂得这个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因为有的人可能会想说 因为我们在发音嘛 i learnt 你念的很快 i learnt i learnt i learnt什么东西 i learnt什么东西 所以你要看你后面搭配的那个 你不是随便用 而是你后面搭配的那个字 因为你前方这个字 在发音做转接的时候 你到底应该念d 还是t 你念t的话很顺的就又带过去了 你念d的时候 它是比较重一点的period 结束了 会给人家在这个 我们在讲这个发音的一些形式 跟一些语法的配合 我要知道 为什么英语啊 有那么多字它的发音那么特别 其实 如果你去背动词的s es ies公式 你去背动词的ing公式 ed公式 pp公式 s 你会发现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规则在里面 像s的发音有s z e z 这三种 那为什么这样发 老师都有教 老师都有教 我还是希望说你去看看老师之前教的一个方向 那因为老师不能一直重复教 这样子同学会觉得好像我在念经一样 同样东西已经我听过两次了 还要听第三次第四次 好 好 再来就是昨天有教到一个isc isc isc 它是念什么 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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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为什么会有isc这个评法呢 昨天老师稍微给大家提醒一下 请大家做个作业去看一下那个生词 为什么是isc结尾 如果你有做作业的话 你会发现 他是disc 他念什么 d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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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有做作业的话 disc disc这个评法 其实不是美式的评法 美式我们是什么 disk disc 所以昨天你如果有做这个作业 你会发现 确实有些的音试的评法 他是评isc 跑到美式我们评isk 所以这就是一点小小的逻辑 那什么叫disc cd run disc cd run disc cd片 早期我们讲dvd disc cd disc 这个都是什么 代表cd 叠片 dvd叠片 就用这个disc 所以你稍微了解一下 所以 对 有的人就会想 对 我家的dvd player 好像是写disk 有的人写disc 有的人写disk 有的人写disk 所以你自己去了解一下 为什么会有isc这个选择 当然先决条件 如果你昨天有看老师文章 你自己去想一下 老师喜欢跟大家玩捉迷藏的游戏 好 再来在is的选择 记不记得我们这边有两篇文章 一个念什么is 一个念什么is 同样的道理 为什么is有时候念is 有时候念is 那经过今天老师再重复的一个课程 我也希望你真的去查这些生词 你去查一查 他什么时候念is 什么时候念is 不要说 不要 不要有个惯性说 前面因为有个短缘音 后面就一定念z 我知道有人是这么写的 这个就是老师要跟你讲 什么事情需要矩阵 你需要自己 老师出这一类型的书 老师在研究音标 研究非常久 我相信我花的时间非常长 我也去找了非常多的生词 所以说我可以给你讲 这个不是那样子 有些人写规则的时候 写的比较轻松一点 他可能 就像我讲的一位老师 200多条规则 他就满足了 我写到 我就已经写到9001000了 我都还生怕 有找不到的规则 这个是一个学习的一个方向 再来ish 我们知道他就念ish ish 这个就简单一点了 同样的在is跟ish 你就发现一件事情 ish的时候怎么就没有另外其他的音呢 这个sh就比较不太容易变化呢 但如果你常常去背生词 你会知道ish这种结尾的字 比较偏向哪一个词性 我希望你做点功课 都不是很难 你自己去把那个字组 那个字组的字全部查一下词性 你会更有点概念 当然有的人知道他喜欢背一些规则 比如说ish的名词这些 我认为都是不错的 但是你也可以多查一下 类似这样子的字 是不是都是名词 是不是都是什么词 你可以去做一下这样子的功课 如果你不想学英语学久一点的话 因为有的人他只喜欢学技巧面 他不喜欢去学多一点的这种 懒得查 我就这样讲 你有字典但是却不会翻 老师就是喜欢让你去翻 这个每个人的心态不同 我认为你多翻几次 至少多理解一点 我比较不喜欢把自己当成字典 然后跟你讲 讲完你就看完就忘了 有时候翻一下字典 翻个几下 多一点记忆 昨天还有另外一篇 再把这个 课程再重新打开一下 昨天后来老师去查一下我的手写版 驱动程式又变了 所以今天就好很多了 好 好来我们再看 昨天有URPURRURSEURSED 好 影音教学的内容 好吧 所以昨天这五个音组的影音教学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也确实 大家比较容易看得到的一个层面 就是在UR这个组合时 你看了一大堆 运音组合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确实常态就是念R 老师当然也可以给你一个反向推 就是说 在我多半在我在编注字典的时候 我在编注发音字典的时候 当然老师接触的字的量 比较大 比较大的那本有五万字 小的那本 就是你们平时看我 在推的这个 第七版的这个自然 自然营标 那个是两万三千字 其实我手上还有一个四万八千五百字 那当然 以我长期的在研究这个 音标以及自然拼读这一块 运音这一块 确实UR偏向念R 偏向念R 其他的AR偏向念R 那在我们叫ER IROR 就偏向它有可能是R或者是别的音乐 就有可能 可能性还蛮大的 像OR 这个大家都能比较能理解 所以有的时候你可以 长期的去翻一下音组 长期的去学习 其实你会找到一个 比较稳定一点的 发音方式 比较稳定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 你必须要长期训练 毕竟不是你的母语嘛 你的母语的话 其实有些字你已经知道 他的固定念法了 因为你周遭的朋友不可能念错嘛 在母语学习是不可能念错 所以你听到就在念 但是如果你不是母语的话 其实你在 你在双元 你在双元 以及长耳音的这个地方 在判断的时候确实是 需要多一点 你需要长期的练习 你在念的时候比较不容易 念错 不然UR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嘛 所以说你就有时候 我希望你大家去练习一下 那 这就是昨天的五篇文章 以及一篇影音 五篇文章 以及一篇影音 那还是一样 我希望说同学们 大家有点耐心 今天这个中秋节 我相信能上线的同学 应该更少 我不知道 没有其他老师今天 也有教 那还是一样的 我们进入到 Lesson 86 Lesson 86 Basic Grammar AMP这些基础的语法 以及发音的练习 第86堂 今天是86堂 应该是87堂 不好意思 今天应该是第87堂 我把讲义 上传一下 所以说 忘了上传 还好 差点就把 教昨天的课 好 等一下 也是谢谢同学们 有时候教老师一些 英式的学习 英式的一个英语学习 我觉得都是不错的 有些概念是很好的 有些 有的时候 如果你看老师教学 的话就偏向美式 我比较没有办法去跟大家讲区别出来说 我现在教的这一段是美式还是英式 但是 有一个好处 有一个好处 同学们可以记得 因为我不会英式 我英式 比较薄弱一点 因此我教的都是美式 因为很多同学学的是英式 如果你觉得我教的有点怪怪的 那没错 我教的是美式 所以我不用刻意去讲 两者之间的差异性 这也蛮方便的 因为你们学的是英式 我学的是美式 所以我教的不同的就是美式 所以说总的像那个字 Learned 我讲 我说我有看过 但我没使用过 这就后来打开字典过来 上面就写British English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好处 因为 有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在美式英式切换来切换过去 其实是一个很复杂 很复杂 好 好 来我们来看 当然有个好处 有另外一个好处 因为 老师 老师知道老师有点对不起同学 就是说 每次我在CC群里面 有时候写的文字 大家可以看出来就是那个是繁体的 或是 或是简体的 好 那 因为老师的 中文没有那么好 很小的出国了 所以我说实在 我只会打那个注银注银输入而已 我不会打那个部首输入 所以说因此我比较没有办法去 我的手机没办法打出简体 我也看不懂简体 所以说 所以跟着老师学习 你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你还看得懂繁体字 我知道很对不起同学 就是说 在于老师其实是不会解体 我会努力学习 但是因为没有课本 我也看不到 所以 我很怕打错字 因为有的时候我发现 就是我写完的文章把它转成简体之后 它有的 我把它转成简体 再转回繁体之后 有些字会完全不是我写的那个意思 所以说我也蛮怕的 所以有时候我认为说 有时候我打一些我看得懂的 哦 那这样大家也不会 如果 你也不会有 觉得老师好像打错什么字啊 然后我们看进句行 看眼看 现在很小时 你 是 我哥 Tage in that picture could you ride a bicycle when you were fine yes i could i learned how to ride a bike after i practiced a couple times that was not great how about you when did you learn how to ride a bicycle i learned how to ride a bicycle when i was four years old that's really young i have always enjoyed bike riding ever since look at the picture is that you yes it is i was five in that picture could you ride a bicycle when you were five yes i could i learned how to ride a bike after i practiced a couple times that was great how about you when did you learn how to ride a bicycle i learned how to ride bicycle when i was four years old that's really not young i have always enjoyed bike riding ever since okay one more time look at the picture is that you yes it is i was five in that picture could you ride a bicycle when you were five yes i could i learned how to ride a bicycle after i practiced a couple times that was great how about you when did you learn how to ride a bicycle i learned how to ride a bicycle when i was five four four years old that's really young i have always enjoyed bike riding ever since 好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剧行哦就像我们老师老师讲的有时候多练习多练习一下就可以知道 有时候语调的重心哦比较heavy的一个地方或light放在哪里所以他一天起来想着 look at the picture look at the picture还是一样当我们拿动词开头的句型通常我们写圆形 就像昨天就像昨天我们老师讲因为动词开头句子通常他假设性的主词就是you 因为我跟你对话look at the picture所以你看look at at就是专注的意思了look at专注看什么look at the picture look at the picture it's that you 我们把 tha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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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那当然这个地方就要比较特别小心一点 特别小心一点 有的有的同学我知道他只要一看到you 他就直接写r了 不是这样子我们来看 look at the picture it's that you 然后我们这次就把它写成我们不要写一问句 我们把它写成肯定句或指数句 所以that is you 我们把 it移回来就变成什么肯定句 肯定句了 注意件事情 look at the picture it's that you that is you 所以你知道that是一个指定词 指定代名词 所以它后面会有一个隐藏的主词 省略调的那个主词 so that picture is you that picture is you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省略到这个picture 就是叫这个前导句中的这个picture it's you 图片中的人就是你 yes it is i was fine in that picture i was fine in that picture 所以你先注意一件事情 这边就是一个巨型时态的变化 巨型时态的变化 巨型时态的变化 我们常讲啊 有时候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 就要特别顾到这一点 你在跟一个人对话是 你说that picture 那是因为你在跟他对话 所以你在什么时态 你在现在是吗 两个人在讲话 当然是在现在是或现在进行 对不对 但是你讲到的是那个 那个相片中的你的时候 注意看它这个时候 时态改变了 i was fine in that picture 有没有看到这边就写that picture的形式 that picture 那张照片里中的 有没有在看到它用了in的这个用法 i was fine in that picture 所以这时候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它这个用法了 我在那张照片中的时候 我是五岁 照片里的我是五岁 所以它就用了in这个机器词 in that picture 那所谓的指定词 我们要讲一个概念 我们来讲the or跟an or跟an or跟an是五指定词 or跟an是五指定 the 是定冠词 有指定 所以它算definite 那所有格 my your his her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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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as them the them 等 等一下 所有的 it my your his her is is are is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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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有指定 所以你可以自己试试看 刚刚这个用法 试试看看这个用法 in a picture in a picture in a picture in the picture in the picture in the picture in this picture in this picture in th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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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cture 我们再把 this that this this those 这四个也写出来 有指定 definite and indefinite 有的时候我们要去想 我建议就是说 你可以像是类似这一组 你把它背起来 没什么技巧面 有的时候我们在去学东西 你就是把类似同样磁性的字把它背起来 那我通常我在我教我的学生 老师都是这个样子 我们都是下苦工 练一些比较基本的方式 所以你可以发现你可以讲什么 in a picture in the picture in my picture in your picture in his picture in her picture in his picture in our picture in their picture 对不对 in this picture in that picture in these pictures in those pictures 是不是 就是 所以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我刚刚讲这个五指定跟油指定这个词 就definite跟indepinite 这个要注意一件事情 他们的词性不同 比如说 比如说 or跟and还有the 叫做冠词 my your his her is our their 这个叫什么 所有格 所有格 this that this those 那叫什么 至定代名词 至定代名词 如果你光看他的词 词类的话 他根本是三种不同的词 老师也没说错 冠词 所有格 代名词中的所有格 还有什么 至定代代名词中 至定代名词 所以你会发现 有的时候我会教你们一种 比较特别的学习法 他们虽然在词类的时候是不同 词类的时候 词性的时候 它是不同的 但是他们在使用上的时候 我们会把它偏向就definite 跟indepinite 指定跟不不定 这两个方向 指定跟不定这个方向 那我讲有就是指定了 无就是不定的 你必须要有这个观念 所以你会发现 有些词 我们很喜欢在名词的前面 我们很喜欢在名词的前面 去给它写 指定 或不定 这个概念 指定或不定 这个概念 特定的 或者没有特定的 我们都一定要 比较definite跟indepinite 所以有的时候 这种语法 我知道有些同学们觉得 他不会觉得很重要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 有时候我们在作文的时候 会非常特别的去看你 会不会用类似这样子的 有没有用错 有没有用错 用得顺不顺 所以你看 I was fine in that picture 他有特定的一个用法 I was fine in that picture 我五岁时 在那个图片中 我就是五岁 这时候他讲 could you ride a bicycle when you were fine 这次有这个用法 could you ride a bicycle a bicycle 首先这个句子 如果你打一个问号 在这个地方 你把could 移到住之前 这是情态注意动词 could you ride 注意见是情态注意动词之后 会把后面什么 这边有个动词片 前几堂课 所以我们一直在讲 动词加介细词 它会形成一个冻界 或者我们称double verse 双动词 双动词的时候 有的双动词 可以有双售词 那比较简单一点 就是动词后面 直接就有名词 ride a bicycle 就是骑脚踏车 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个用法 ride a bicycle 所以一般的动词后面 有几种选项 一个是v加n 动词片语 或者是v加介细词 所以你会通常在字典中 你会看到它有这样子形态 v加n 还是v加proposition 这两种主要的用法 那当然有同学会问我说 那是v加n 我会通常跟这样 v加n这个动词片语的话 通常比较偏向翻译成 能做的事情 要去做的是 能做的事情 那v加proposition 我们就比较翻译成 能做的动作 包含能做的事情 但是比较偏向 你正在怎么做这个动作 我通常会跟同学 有点差异 v加n v加proposition 当然 proposition的这个地方 就可能可以有双手词 可能可以有双手词 不一定 有的可以有两个 有的平衡还是有一个 所以 could you ride a bicycle 所以这个时候 前面这个句子 其实已经是一个完整句 could you ride a bicycle could you ride a bicycle 这已经是一个完整句 这个时候 有没有注意看他用了一个什么 when you were fine when you were fine 把这个句子 写过来 再写一次 再写一次 先做一个练习 you were fine you were fine I was fine I was fine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拿这个fine 直接去替代了什么 five years old 我们直接去替代five years old 就是五岁的意思 五岁的意思 I was fine I was five years old 这个意思 有的时候 我们直接就拿这个数字 替代这个years old 整个替代过去了 这是比较快的一个写法 所以你想 你当时五岁 你就用主持B 加税数 我们也讲税数的简单的话 就是主持B再加你几岁 这是一种表态的方法 也就是说主持B I am 44years old I'm 44 都可以 像老师44 I am 44 I am 44 years old 都可以 那这个时候注意一下 这个句型是什么 主持B 税数 对不对 税数了 主持B 税数了 那在这样子架构下 如果两个句子做一个合并 两个句子做一个合并 因为这个句子后面这个地方 后面这个地方 他是单纯的去讲他是几岁了 已经讲出来了嘛 对不对 好 这两个句子合并的时候 我们必须可以在中间 第一个句子 跟第二个句子 第一个句子跟第二个句子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句子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yes no的问句 yes no question 在英语来说 我们叫yes no question 就叫疑问句 yes no question 也就叫疑问句 后面这个呢 它不是 它是指数句 因为它有给你 给你确切的答案 所以它是指数句 所以一个是问句 一个是答句 一个是有指数 包含有答案 所以这个时候你注意 两者之间不同的句型 一个问一个答 但是它们有关联性 它们有关联性 我们叫relative clause relative clause 就是它们有关联性 有关联性 那当然有关联性的时候 你可以写什么 什么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替这两个句子 去搭一个桥梁 一般来说 两个句子来搭桥梁的方式 有很多种 主词 我就写一个简单的句型 主词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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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桥梁我们就写什么 连接词 连接词 conjunction 是不是嘛 两个句子嘛 两个句子 当然写个连接词 在中间是最合理的吧 是嘛 对不对 但是连接词 它有分 对等连接 重属连接 对等连接 所以它是一定啊 就两边是同样重要的 或者两边可能是同样实态 同样的句型 你做一个对等 对不对 就好像 我们在玩悄悄版嘛 左边多重 右边就是多重嘛 对不对 不然它不平衡嘛 所以它就对等连接 这是最简单的解释法 重属连接不一定 重属连接就是 重属的意思就是有点 relative 就是有点 主从的关系 因此 上面的 Could you ride a bicycle? You will fly? 它 我们先讲第一个先决条件 先决条件 这两个就是一个 一个是疑问句 一个是答句 对不对 你 要用对等吗? 哈哈 对不对 你怎么对等起来 对不对 如果两个 两个都是问句的话 或两个都是答句 那还对等 对对的起来 对不对 所以我讲一个概念 这时候你就知道 对等的时候 比较不 比较不太容易 把这样子的连接词写进来 连接词有什么呢? 记得老师今天教过的 B-L-Y-F-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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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Yet For And Midwest Nor s cement s Language 是几个吗? But or Yet For Nor So 这些都是连接词 其中but and or 还可以做什么 对的连接 所以说 偏向 当然but也可以做成熟连接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多 因为我还是回到一个重点 英语的 一词多义 这个是大家不能改变的 那就不能改变 某些词它就有很多词性 你要depend它的用法 好那刚刚就讲到一个 重属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跟同学们讲 还有什么是比较适合 做重属连接的呢 如果是reality class 我们就记得 what what where when who why have have hush 也可以嘛 他们是 再回到刚刚那个 他们是一问代名词 有的时候也可以当副词 也可以当什么 重属连接 也可以当连接词中 重属 一个概念 因此回到刚刚这个词词中 你在这个地方 要把第一个句跟第二个句子 来做一个合并的时候 你就可以考量点 could you ride a bicycle and you will fly 通 通不通呢 其实有一点点通 但是不太顺 clarity 对不对 我刚刚用 and 可以对 Could you ride a bicycle, could you ride a bicycle, but you were fine? 這聽起來有的,我相信,老師為什麼要這樣唸,因為我相信有的同學會這樣用 有的同學他寫句子他會這樣寫,Could you ride a bicycle, but you were fine, could you ride a bicycle and you were fine? 通不通?有點通又不太通,對不對?但有沒有人會這樣子寫?我相信了,會有,會有 因為他在做一個連接的動作,那這個時候,你有沒有看到you were fine 你當時是五歲的,所以叫恰當的用法是什麼呢? 就恰當的用法是什麼?寫個when,再做一個連接,後面指向什麼?對不對? you were fine,對不對?you were fine,when you were fine 當然,我先講一個句子,如果你把後面這個句子,把它寫得完整一點,就可以知道了 you were fine at the time 我先把他那個,我先把這個記錫子片語寫回來 at the time,就是當時,at the time,at that time,at the time,at that time,at that time 我把它定住了,you were fine at the time,就是當時那一刻,我是五歲 可不可以這樣用?可以啊,誰說不行 所以你在把這個at the time,這個記錫子片語,往前移過來 也就是會把它定死在這一刻 把這個句型定在這一刻 would you buy a bicycle when you were fine? 當你五歲的時候,你是否可以騎腳踏車? 所以這就是一個合併句型的一個,我們在教導同學們 為什麼是這樣來的? 當然他有很多在合併句型中你可以用的一些技巧面 像剛剛我們用的一個是重屬連接的一個概念 重屬連接的一個概念 Could you write bicycle when you were fine? 看到這個,重屬連接 所以用疑問代名詞所引導出來的複數句子 Yes, I could,I learn how to write a Bible after a practice couple of times 同樣在這個句子中,我們給你看到 learn 是個動詞 write 是個動詞 practice 是個動詞 是不是?老實講一個概念 這個句子中,出現了三個動詞 在英語來說 我們看到三個動詞 幾個點 幾個逗號 冒號 幾個逗號 come up 幾個period 一個period one period 當你發現它只有一個period 一個句點的時候 可是在這個句點之中 我不管你這句子寫多長 我要先研究一下 你到底用幾個動詞 learn 是個動詞 write 是個動詞 practice 是個動詞 我們就寫出來 learn 是個動詞 write 是個動詞 write 是個動詞 practice 是個動詞 是不是? 所以我們就要去把句子中的關係 先把它搞出來了 所以我先看 跟剛剛一樣 我看到after這個連接詞 從屬連接 after之後只有一個動詞 所以我把這個 i practice couple times 單獨的我先來解析一下 i practice couple times i practice i practice 我練習 那當然 我們知道time 代表次數 couple代表幾次 就是它沒有特別講說couple是幾次 所以英語有些用法 我練習了幾次 那couple會給人家感覺就像四次五次 四次五次 就是不是太多次的意思 couple couple times 當然couple這個字 如果用在人的身上的話 couple就是一對 一對 we are couples we are couples we are couples 就是我們是 我們是一對情 couple lovers 那邊有好多一對一對的情人 所以你大概是這樣 couple couple就是一對情人的意思 couple它就是一對的意思 指人的話 確實是這樣 但是你在講練習 practice couple times 那不是代表兩次 那代表練習的幾次 但是次數也不多 或者你講few times few times few times 都很多用法 所以我們看 i practice couple times 在前面這個句用法呢 i know how to ride a bicycle after i practice couple times 所以前面這個句子 就稍微有一點點困難了 在語法上解析 來看老師怎麼做 i learn i learn i learn learn learn是什麼 學習到 我們把它當成形態動詞 i learn something 有些事情讓你理解到 學習到 you learn 當然它也可以當動詞 i learn something 有些事情讓我領悟到了 學習到了 然後這次注意 你用形態v i learn to ride i learn to read i learn to read 我隨便選兩個句子 i learn to ride i learn to read 這是什麼用法 不定詞 還原型v 不定詞還原型v 如果你這樣用不定詞還原型v 如果你這樣用不定詞還原型v learn to ride 對不對 當你有learn 當你有ride 兩個都動詞 你最快最簡單的話就是 learn to ride 結束了 對不對 所以說 ride to ride 我們知道不定詞加原型v的時候 不定詞加原型v的時候 這個原型v所扮演的磁性 叫做分詞 這你要搞懂 什麼叫做分詞化 分詞化 永遠是我們在這個英語學習 這個 語法中的一個很大一個訣竅面 分詞化有 v的ing v的pp 以及我們講什麼to2原型v 在前幾張課我們一直繞到這個主軸 你講ride a bike 跟bike riding 到底差別在哪 我都一直在做這樣子類型的一個解析 當然我必須要講 英語是學著 隨著你的年齡成長 隨著你的這個文章的閱讀 隨著你這個不停的這個增加你的池量 那你才會達到一個所謂的 我們講說proper的這個aging 就是讓人家感覺你的文章的深度 以及你的用法 是不是越來越像成人 是不是越來越像 你那個年紀該用的一些用法 但小孩子 小孩子他是不會比較 比較難一點的用法 那你越成長 你看了那些深度 越深的 你會發現分詞化的一種寫法 是越來越多在語法上的一個展現 很多人的文章 你只要一看他的文章 看他的grammar structure 看他的這個語法的這個構成 你就已經知道這個人 英語程度在哪了 這是非常容易看的 你只要看到vocabulary的這個深度 跟他的語法的程度 一般來說很快就判斷這個人 他的能力在哪 就像你去看中文文章一樣 有些人寫文章寫得太白話了 你就知道他的程度在哪 有些大士級的人 他們寫東西都會先想一想才寫 所以我就稱這個叫作文 作文能力 所以這個分詞化的一個概念 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說當我們在一個句子中 如果你用到多個動詞的時候 你怎麼去做分詞化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考量 很重要 但這個老師還是要講 如果你的本身看的文章的量不高的話 你是比較分辨不出來 為什麼是這樣或那樣 這是一個分詞化比較難的地方 所以我們先看這個地方 I learn how to ride a bike 來注意 很多老師在解釋這一段的時候 他們解釋方法我覺得比較特別一點 我們外國人的方式不是這樣解釋的 I learn 要記得 你直接寫how how進來 你直接寫how進來 這個how 是扮演的角色是什麼角色 我不知道你學的語法是怎麼解釋 我們稱how 它在這個地方扮演的是什麼 副詞的現象 how to 它是用副詞直接做一個修飾 這個後面什麼 不定詞片 不定詞這個分詞 不定詞加分詞這個地方 因為你原本的寫法是什麼 I learn to ride I learn to read 這個時候你注意哦 你也可以什麼要去講 I learn how to ride I learn how to read 你先自己再念兩遍 I learn to ride I learn to read I learn to ride when I was five I learn to read when I was five 你這句子有沒有不對 沒有嗎 那現在在這邊丟一遍 I learn how to ride when I was five I learn how to read when I was five 你看這兩個句子流向再聽一遍 I learn to ride when I was five I learn to read when I was five 現在我把它耗下去 I learn how to ride when I was five I learn how to read when I was five I learn how to read when I was five 這兩個句子中 一個有用號 一個沒有用號 我剛剛的這個教法是什麼教法 我先告訴你 這是外國人學無語法的方式 You have to read the sentence and you reread the sentence again and you tell me when I change the word when I change your word what does the word meaning to you to you is that like an adjective or adverb or verb or anything you tell me the feeling you tell me how you feel about the word that's the grammar 所以外國人學語法 沒有他學什麼詞什麼詞了 你別傻了啊 從來就沒有過 就像你學中文 老師不會一直講那些什麼 你學中文是老師會跟你講什麼主詞 放哪裡什麼 你知道中文主詞在哪嗎 你知道中文的動詞在哪嗎 你知道我們每次在中文在講的這些 我們在寫的文章 有特別的人告訴你 它是什麼詞 什麼詞 怎麼切換 然後什麼語氣 沒有吧 我一直要跟大家講 從來就沒有這樣子學習 如果你有這樣子學習 我承認有 在你在大學高中以後 更 你去學中文系的時候 有 它需要再去做高階深層的解析了 但是如果你沒有 你不是中文系了 難道你就不會講中文了嗎 你就不會寫中文了嗎 所以我們要去了解一件事情 有的老師他會把這一段語法 帶到一個非常難的層面 他會跟你講是什麼結構 我覺得那個就已經跳脫出來說 就連本國人士也都不這麼學了 更何況你又不是英語系的 你也不是大學英語系的 你怎麼會用這種 我去用更深更強的一個邏輯 去學一個基礎的語法架構 這個是很困難 當然如果有同學要求我這麼教 我也是這麼教 我就覺得這個樣子 所以我該想這個東西 How在這個地方 回到這個重點 How在這個劇情中 他扮演什麼角色 我相信同學有感 有感 所以我們在講說 How他在這個地方 確實扮演了這個複詞的角色 I learn how to write 他就做了一個修飾的動作了 所以你要去學 How to write How to read What to read What to write What to write 我在寫它的沿用的句型 來 我再把它的可能性的第二個句型 把它寫出來 I learn 我一樣用 read Read and write Read and write 用 read and write 再做個延伸句型 I learn I learn to read I learn to write 難不難不難嗎 I learn to read I learn to write 我學會如何讀 我學會如何寫 我學會如何寫 然後我直接改成這樣子 大家看看 我直接就把 你問他名字 把它當成複詞來做一個修飾 來修飾這個句型 I learn how to read I learn how to write I learn what to read I learn what to write I learn what to write 當然在翻譯 有一個就比較不是 I learn what to read 就是我讀到什麼該讀的 我學習到什麼是應該要讀的 I learn what to write 我學習到什麼是該寫的 I learn how to read 我學到如何去讀書 I learn how to write 我學會怎麼寫字 所以有的時候你看看 我是不是 直接就替換 我現在寫個go 再直接搭配where I learn where to go 是不是 老師直接再引用了一次 這個就是我們在講做一個句型的分析 所以我們在前面這個句子的構成 你可以看到前面這個 I learn how to write a bike 它用到了一個動詞 第二個這個 right 它是個分詞 所以有沒有違反語法的一個結構面 沒有 之後我們用了一個成熟連接詞 在什麼時間點之後 before after 所以after before and after 它可以引導出來一個時間點 如果它後面寫著關西之句 關西之句 關西之句的這個附屬句型 是不是引導出來時間點 因為它練習幾次了 所以你要after before after 這樣子再去引導 所以說後面當然 又可以再用掉一個動詞 因為你用了連接詞了 所以它可以再多一個動詞出來 所以這個句型中 它用到兩個動詞 一個分詞 以語法結構來看是這個樣子 所以它沒有違反 違反掉什麼 它這個句點中 只能擁有一個動詞 這個句點代表 它只能擁有一個動詞 在這句子中 但是它用到兩個 因為用了一個after這個連接詞 所以它可以多一個 那第二個動詞 我們用TO2把它換成分詞 所以它就變成一個動詞 加一個分詞 所以還是算一個動詞 在語法中是這麼看的 我知道這樣子學習 是比較偏向寫作面的一個看法 寫作面的一個看法 當然希望同學們想一想 我們現在進入到比較後段的課程 所以說希望大家去想一下 再來它寫 That was great 當然老師要去做個預告 老師在下一個公眾課 我就會真的去想一個方向 如果我偏向去研究 高端的這個寫作 例如說我可能去拿一些 比較新的文章出來 那在教學的動作中 可能就會比較困難 我不是指我 我不會教 我的意思是說你學的會很困難 因為我可能就會找一些主流的一些文章 那我盡量就是不抵觸 這個有些不該教的 不該教的 例如說 彰化太多 俗語太多 老師可能自己會想一些目標吧 因為這需要想 所以好像我每次寫書的時候 我都需要想 像這一次的基礎課程 老師就 老師上來 你看看 一上來就寫了快一百堂 這都是要花時間 那我確定好目標 我寫錯的速度是蠻快的 只要我目標是明確的 我是寫得出來 但是回到那個層面了 如果像我這一次這個層面 我寫的就很辛苦吧 對不對 我也可以寫別的啦 但是就是說 大家也要去想 有看過我其他東西就知道 我這個跑出來文章速度蠻快 但是 老師的體力 是一年不如一年 所以我不敢保證 我會寫一寫就倒下去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同學們看 我是開心的那一面 That was great 這是什麼 那很棒 就是主詞B 再加一個形容詞 好簡單 so how about you 同樣的是不是 對不對 about you 是一個 繼續詞片語 繼續詞 所以你看 就跟剛剛教的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一語在這個疑問代名詞之中 疑問代名詞 but where when who why how who 他的用法非常多 你如果光看他的詞性 他中文叫做疑問代名詞 你如果把他當成代名詞 那你就 你錯的機率很大了 確實他是代名詞 他可以當代名詞 就像我講的 他有的正義文代名詞 他可以當主詞 可以當受詞 在戶還可以當一個所有格式 對不對 這些 所以你要不停的去背 你不能只因為他叫做代名詞 所以你就想說他沒有其他的作用 沒有他還可以當什麼連接詞 他還可以當副詞 他還有很多詞性 越古老的文字 我還是給你一個正面的觀念 越古老的文字 他的用的方式就非常多 越古老的文字 他的詞性也多 用法也多 因為你要去想古代的人 他沒有去想到 他可能這個詞 他就很多 很多就直接用了 我們要講這個 生詞量是近代 每一年都會增加很多 可是古代 你去研究古代文學的話 他生詞沒有那麼多 沒有那麼多 到近代就不得了了 近代就不得了 到近代 據說現在一年要增加兩到五萬文字 近代現在是一年要增加兩到五萬文字 所以他們講 現在以前 我們講一個概念 像老師長大的那個時代 二十多年前 三十多年前 我還在讀小學的時代 當時你只要買了一本 大英百科全書 裡面就涵蓋了世界上所有的字 是不是 他為什麼叫 為什麼 因為他有世界上所有的文字都寫在裡面 我們去買 好像三四十幾 三四十個大本 叫做Encyclopedia Encyclopedia 為什麼叫Encyclopedia 因為他喊 他的意思就是他擁有全世界的 的字了 所以他叫大英百科全書 你現在還會有Encyclopedia這種東西嗎 沒有 大英百科全書 早就無法去更新到目前的字量 目前的字量是很 很瘋狂的一百萬 百萬字 所以 對大英百科全書來說 他沒有辦法去弄一本 特別大本的書 以前大英百科全書 我知道字量好像是二三十萬字吧 就是一整套了 現在已經沒辦法做出一整套了 如果你去買一整套 那是很大本 他也沒有再去做那種更新版本 所以我 所以我在跟同學們講的一個概念 有一次近代英語 iPad是個新單字 iPad是個新單字 iWatch是個新單字 iRace也是一個新單字 你有什麼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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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是一大堆 我相信你背都背不完 所以有的人問說 老師那什麼叫做滿足點 我說沒有滿足點 就要不停的一直看 看新的文章 像我們那個年代 你可能要會拼Nintendo 就是任天堂 你可能要懂他怎麼拼 因為他是大炒派 你懂對不對 那現在去不叫拼Nintendo 不用啊 這幾乎都快看不到了 當然還是看得到啦 我的意思就是說 多生辭 不停的你要refresh yourself 一直不停的在背 尤其是科技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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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太多了 太多了 好 When did you learn 這時候再來一次啊 How to ride a bicycle 所以跟剛剛的句型一樣 Deed 移到主之前 Learn 還原型 You learned something You learn ride a bicycle You learn to ride a bicycle 所以先記得一個概念 這邊有learn 這邊有learn 我們就learn to ride learn ride 就是learn to ride 那我們用how 來做一個修飾 learn how to ride 那這時候 Did you learn how to ride? 然後這時候因為時間點不確定 打一個問號再往前移 When did you learn how to ride a bicycle? When did you learn how to ride a bicycle? 記得老師大家教你的一個 訓練自己的方法 You ride a bicycle You learn to ride a bicycle Did you learn to ride a bicycle? Did you learn how to ride a bicycle? Did you learn how to ride a bicycle? When did you learn how to ride a bicycle? 再一遍哦 怎麼要去學習語法快速方法 再一遍 You ride a bicycle? You learn to ride a bicycle? You learn how to ride a bicycle? Did you learn how to ride a bicycle? When did you learn how to ride a bicycle? 我刚才教的是什么意思 我刚才教你就是 你自己要去把语法的一个规则背起来 你怎么把这些字夹进来 在这个句子中 让它变得更长一点 让它变得更有意义一点 让它变得深度更深一点 对不对 我相信大家都会嘛 You ride a bicycle 你骑了一个脚踏车 You learn to ride a bicycle 你学会去骑脚踏车 You learn how to ride a bicycle 你学会如何去骑脚踏车 Did you learn how to ride a bicycle 你学会了如何去骑脚踏车吗 When did you learn how to ride a bicycle 什么时候是你学会如何去骑脚踏车 是不是 你自己要把这语法结构 上面做一个练习 I learned how to ride a bicycle 跟 when I was four years old one more time 又是一样 When 代言的角色什么 重属连接 I learned 直接加什么 to ride a bicycle 用这个how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句子中 用到了两个疑问代名词 How 以及When 在这个简单的一个句子中 用到了 How 以及When 这两个 当然两个角色有一样吗 两个角色有一样吗 好 这个就是你今天要学习的 一个用来做什么 How用做什么 修饰后面的不定词 对不对 不定词加原型 因为不定词的这个片语 那When呢 它是在这句子中是做修饰吗 又不是了啊 它做一个什么 它做一个关系代名词 所引导出来的关系子句啊 关系附属句型啊 附属句型啊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观念上啊 有的时候我会跟同学们讲 学到这样子的句型 你真的要一直练习 老师这样画出来一个 老师教你这样引导 这样念 那你自己告诉你自己 这个词 这个词 在这个句中 它到底是什么含义 到底是什么含义 当然你也可以去背基础语法格式啊 可以啊 好多 好多种方法学习都很好啊 老师建议多听听 我们一样 如果不看really 我们就什么 that is young 那好年轻啊 那真年轻 这时候你把really really洗进来了 那你就发现 really会做一个什么 复持修饰 that is really young 那真是非常年轻啊 好 那么今天看 最后个句子 I have always enjoyed bike riding ever since 好 说一群看这个是什么事态 half enjoy half enjoy half加vpp 所以引导出来的现在完成是 我们拿have来当现在present tense enjoy当成什么past particular 过去分词 所以引导出来的现在完成是present perfect I have enjoy enjoy是一个动词嘛 那这个时候你看他enjoy什么 同样回到这个字 bike riding 起单车 起单车 当然我们上次有讲过嘛 ride a bike 去骑脚踏车 骑了一台脚踏车 如果转成名字化 bike riding 我们如果翻译成中文 ride a bike bike riding 其实讲的都一样嘛 就起单车嘛 但是按照我们一般的翻译法是ride a bike 就是骑一台脚踏车 bike riding就偏向于什么单车活动 你自己单车活动 越野活动单车活动登山活动你会这样翻译 所以bike riding 当然单车活动当然就是骑单车嘛 不然就是骑摩托车嘛 所以有的时候你把它名词化了 把它名词化了 其他可以变得在你的使用文字的方式它更有深度 我喜欢参加单车活动 我喜欢参加单车活动 我喜欢去骑脚踏车 是不是嘛 是不是嘛 我常常有同学问我说 我ride a bike riding不差不多 我说那是因为你年纪太幼稚了 年纪不够啊 年纪不够当然对你来说都差不多嘛 三岁人我喜欢骑脚踏车 那你已经三四十岁了 我喜欢骑脚踏车 哇 人家觉得ok好 你还在用三岁的用法 哈哈哈哈 我喜欢参加单车啊 有这个怎么 我喜欢参加跨境活动 我喜欢参加这个马拉松 长跑活动 你都会用一些类似这样子是字嘛 你怎么问人参加马拉松进跑 你都说 你都说我喜欢去跑步 哎呀 这个 哈哈哈哈 老师就无话可讲 哦 那你也期待哦 你也期待 当我在改作文时 我不是你那个改你中文的老师哦 哈哈哈哈 越有的人哦 我们说不动他 我们说不动他 哦 有的人我们说不动他 我常跟人家讲 如果我的中文好一点 我好想去写无暇小说 情境小说 我好喜欢写 但是我做不到 我不能用白话文去写 写写一篇小说 我相信没有人会想看我写的白话文小说 我好想写一些历史小说 但我中文不够啊 怎么办 哦 当你真的有一天是创作者 那你有一天真的是创作者 是哦 哦 创作者 或者说 这个 写 想 写 靠写作赚钱 那一天 那一天到的时候 你就知道啊 你不肯 不肯写高端一点的东西 这个 这个也没有人会去花钱买你的文章 你相信我啊 就这么回事 就这么回事 这世界就如此 只是说你有没有想走这一块而已 哦 所以我 我一直跟同学讲 所以我会跟你分享 哦 毕竟 毕竟啊 毕竟老师没有说我做的多好 至少 至少我在某些平台上 他们都还是给我五星的 哈哈哈 你要懂我的意思啊 我不能说我非常好 我上面还有人 但是我也不是弱的那一个 哈哈哈 这个就是我跟大家讲的一个 所以啊 最近 我最近我知道有些同学 他跟我讲 哎呀 好像有些人会 啊 我知道有些老师 我个人是这样啊 我在互将这个平台 我也看了好几个老师教书 我也会去看他们的教书 啊 去了解 一些方式 哦 其实我觉得都是互动啊 哦 如果大家喜欢看来看去没有关系啊 甚至 但是看来看去没关系啊 在写作抄来抄去就有关系 哈哈哈 抄来抄去就有关系啊 所以我比较害怕 我怕是抄来抄去 我不怕看来看去 哦 所以 注意看这个最后这个剧情啊 这个剧情就用了很多副词啊 注意看一件事情就在这个 我们先把always加在这个位置 这个用法就比较特别了 因为always是频率副词 所以你今天给你一个想法 频率副词 它的放的位置就一定是动词前 跟什么 B动词住动词 B动词住动词后动词前 我一般是这样背的 所以你看 I have always enjoyed bike riding 这时候就 I have always enjoyed bike riding 你在这个地方落一个节点的时候 也是完整句 我永远的喜欢 我超级我就这么喜欢 所以你加这个频率副词做一个修饰哦 这个修饰 这时候你看看 ever since 注意啊 这个用法就比较特别了 我们就把它什么 当成双副词 当成双副词 ever since 这个怎样 加在这个句子 那当然since since通常后面会加个时间点嘛 since January 对不对 since February since 2017 since 1999 你随便讲个时间点都可以 可是你看他后面 有没有写这个时间点 没有 所以他没有去用这个since去引导时间 反而是把ever ever这个字 放在since的前面 去做ever since 去做 从 我们就发现什么 自词以后啊 自词以后 自词以后就这样翻译 所以他算是一个比较难用的一个用法 用法翻成中文 中文也 自词以后 所以这种 ever since 这种用法 人家觉得哇 深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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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ever since 有的老子还要看一下字典 这样用 这样用行不行 哈哈 一定的我的意思 呦呦 呦 不错 好 你用了一个 比较 比较 翻译起来 翻成中文 都不太好翻的字 好 在这个地方 今天就要剧情了 那我们来看 回到今天的生词 第一个 ER这个地方 记得老师讲了 VVR的时候 我们喜欢 一跟三结合 所以念什么 Lern How to How to O-W-O How to wal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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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to sw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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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to read How to read On the right 也许当原辅一念 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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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 原辅一 Am Am Ite Ite 原辅一 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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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ate 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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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we didn't have them lot ofくら готов 这个 你呢什么 ski Ski 這個就比较 特别一点 因为它念的是 他认识那个长异音,Ski 那当然同学认识说,老师为什么不念I? 因为Sky是这个字,Ski以及Sky 有的同学说,老师这结尾最后一个I,为什么不念I? 因为有个生词叫Sky,他拿掉了I Sky大家都知道天空了,所以说有的时候 有的同学问我这个问题,老师这I为什么不念I,我说因为I 念I的时候是另外一个生词,他说原来,我说对啊 我说已经被天空拿掉了啦,所以你Ski 所以他只能念Ski 我说是先有天空还是先会滑雪,他说 对,应该是先有天空,对啊,因为不见得每个地方都可以滑雪吧 所以这生词当然是以哪个字比较先出来为准 Do a hands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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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两个and Stand Do a handstand Do a handstand Eversince EV念F Ever 然后这第二个意乱念Eversince Evers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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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e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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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个应该是这样子 Gene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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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Shine 你看Y就念I了,好,Shine Outgoing out 也要 ou 念 out 字形 go 本来就是个字 o 结尾,所以念 o outgoing selfish el elf 圆伏伏,念短缘 elf elf self sel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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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字原本是laze 所以我们原来laze 所以我们 记得什么laze laze 所以这个a 就像圆伏1一样 圆伏y la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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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什么 stud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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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i-o-u-s 我们就念什么es stud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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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字比较特别哦 它不是念成study 那个er 那be able to 所以a要念长远 able able could 还是我们之前有教那个运营组合 它是念这个out could 这个也是念u 那个l都没有发音 could wood l都没有发音 好,然后再念一下 le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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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skate, ski, ski, ski Do a handstand, do a handstand, do a handstand Eversince, ever since, ever since Generous, generous, generous Shy, shy, shy Outgoing, outgoing, outgoing Selfish, selfish, selfish Lazy, lazy, lazy Studious, studious, studious Be able to, be able to, be able to KUT, KUT, KUT WUT, WUT, WUT All the exciting idea Learn How to walk, how to swing, how to read Like one stand, ice skate, ski Do a handstand, ever since Generous, generous, shy Outgoing, selfish, lazy, studious Be able to, KUT, WUT All the way to go Look at that picture, is that you? Yes, it is I was fine in that picture Could you ride a bicycle when you were five? Yes, I could I learned how to ride a bicycle I learned how to ride a bike after I practiced a couple of times That was great How about you? When did you learn how to ride a bicycle? I learned how to ride a bicycle when I was four years old That's really young I have always enjoyed bike riding ever since I learned how to ride a bicycle I learned how to ride a bicycle It's that you? Yes, that was me when I was four years When I was seven years old When did you learn how to ski? I learned how to ski when I was seven years old Is skiing fun? Yes, I think it's really fun I learned how to ski I learned how to ski I have al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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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I learned how to ski I have always enjoyed skiing ever since Wow Maybe you should teach me how to ski in the future Sure Sure When the winter time comes Sure We can make We can go We can go up the mountain Together Maybe we can camp We can camp 我这样越想越想不出来了 Maybe we should book a hotel Upside the mountain And we can travel We can go there We can go there Together Sure You definitely give me a call We can make an arrangement Okay Okay 好 这比较难 因为老师没有滑过雪 也没看过雪 我该不该学skiing 因为我没看过雪 所以要造这样的句子 真的好难 我应该造一些比较稳做过的事情 好嘞 有没有同学在这一段 好 这一段可以自己想一想 想个故事 好 听听看 好 用法 对不对 有没有哪位同学 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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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滥 泛滥 中文叫做 勇往直前 有同学做这一段吗 这个比较难的 大家比较好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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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出来挑战一下 没有的话 我就讲下一段了 OK好 初动词加主持 加动词加when 再加主持加动词 就今天讲的这个语法 我们用这个when 来当重塑连接 引导出来的附属句型 Eversense 就是continuous sense 这个是很特别 Eversense 它的用法 就是叫做continuously sense 就是 不停的持续的这样子 对英文的解释吧 continuous sense 所以是一种用法 主持加hap has 加频率副词 加bpp 记得 你可以把频率副词 去修饰 在完成式之中 那你用sense for 再加一个时间点 好 那我们今天到 我们的自然拼读的 那我知道 今天中秋节 老师可能 给放大家早点下课 维根E2 也可以用在比较 两件事情 维根EST 这可以用在比较多的世界 或者正说 主持维根E1 E2 用在 multiple things, sometimes the surface ER can mean people who doing something, for example, a person who was like teacher, a person who teach, teaches, a person who teaches, so we and ER,除了在比較級之中,除了用在比較級之中,有時候也可以做什麼, 也可以用在人的職業上,或者做什麼樣的人,那 EST就是最高級, 所以我們在講尾跟 ER 通常都唸, 那 EST 我們都唸什麼? IST 這兩個音,我先唸一下, A band is tall,A band is the his brother chain, Jame then band,the little sister Doris is there, Doris is also the... Jame then be tall, but I'm there 我們看看,這邊有比較級跟最高級, 你試著把這個字填進去,重要的, 所以野蠻人住上海,不錯 老師之前 老師之前超想跳槽到上海上班 沒機會 其實這個人生是個季遇 要珍惜 我之前有幾次,幾個我都沒走成 所以昨天後來有人問說,老師你認識神,人不是在內陸啊 我說沒有啊,我很想去啊 家庭因素 去也不容易啊 我最近成績好幾次要簽那個生死狀 簽那個生死狀就是單獨,單獨出發 所以我常跟同學們講 如果你還在讀書的,要珍惜 我也好想回學校 哈哈哈哈 我學校就無憂無慮的,讀書就好了嘛 早上吃個飯,看個書 啊 像老師現在的職業別是老師啊 所以很痛苦啊 還在看書啊 還在看書,還在看啊 還在看,以前是 學校老師指定你讀什麼 去讀就好了 現在自己還要去想他們的,有什麼可以讀 哈哈 好,這就是我給大家一個結論啊 現在啊,你還是學生啊 是老師叫你讀什麼 你去讀 我說有些人啊,他們不快樂 他說為什麼要讀這些 那我再告訴你的心情故事啊 當你已經是老師了,像我這樣子 那不更慘 我還在一直找什麼可以讀啊 哈哈哈哈 這個觀念我希望你聽懂啊 我不但要找什麼可以讀 我還要想說他讀的對不對 哈哈 我還要不停地去讀別人的 不管喜歡或不喜歡都要讀 聽懂了吧 聽懂就好 如果有聽懂就 你就 你現在該讀什麼 你就好好讀 哈哈哈哈 好了,本來看了 誰願意做這五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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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大家在度假心情 好,那沒關係我來做 Bang is taller Bang is taller than his brother Jim Jim is older than Ben The little sister Doris is the youngest Doris also the shortest JJ may be tall 'em the smartest 'em the smartest OK 這天老師念一下 當然你要去能判斷 他是比笑肌還是最高肌 所以你如果能判斷的話 Bang is taller than his brother Jim Jim is older than Ben the little sister Doris as the youngest Duris is also the shortest Jim may be tall, but I'm the smartest One more time Bang is taller than his brother Jim Jim is older than Ben The little sister Duris is the youngest Duris is also the shortest Jim may be tall, but I'm the smartest Surfixer同样 比如说er可以用到什么 用在一些字会改变它的词性 我来看第一个 Performer 我加了er Perfor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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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ort Report Visma Reporter Reporter 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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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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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rm Pr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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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y Play Pr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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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서 Prior Sing Sing S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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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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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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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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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acher Teach Teacher 它是一样 因为发现当你可以加ER的时候 你去先想它原来那个是perform report print 可以当名字可以当动词 所以有些词它是多词性的 就是farming farm 所以这有些字很特别 又可以当动词 又可以当名字 很混乱 performance report reporting reports 很多 那我建议同学们 自己去想个概念 有没有看到这几个字的特性 有没有看到这几个字的特性 report print fun play think word teach 他们都可以加ER 但他们也都是动作 当然他们有些字也可以当名词 所以这是很复杂 但是不管如何 你会发现 动词能直接压ER的就是能做那个动作的人 perform be performer 表演者 report reporter 报告者 或者我们家播报员 电台的这个主播这些 print 画画印东西 printer 就变成什么印表机 名机 farm farm play player sing singer 这些 利用这样的逻辑概念 好 再来啊 自然病毒中 国际印表 再来 当一个有短缘因的生词 唯部只有单一个辅音 也就是我们讲说 你有一个生词 它最后只有一个辅音在结尾 那它形成那个原辅音 形成一个原辅音在结尾的时候 通常我们会重复字尾 repeating 在我们要加尾根之前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加一个尾根在这里 如果它刚好最后是原辅音 那有的时候我们会重复这个字尾 重复 把这个字尾重复一下 如果它是n 就重复一个n 好 这个意思 就repeating thin 就变thinner milliseconds pad padeng padded rs 这样的用法 好我们再讲遍 if you have a one if you have a short vowel words in the end you only have a single consonant and a single vowel usually we will repeat the final consonants before we add in the suffix Words like it's thin become thinner, thin it Words like pat, it becomes patting and pat it OK 好,这边这个就比较困难一点 看看后面还有多少 OK,最后两大题 来,同学真的要想一下了 看有没有哪位同学要出手了 这边有rip, nap, jump, tag, fat, big, hot, cold rip,怎么加NG,怎么加ED nap, jump, fat,怎么加ER,怎么加EST 由谁看出,阿川就来挑战了 那感觉有点牛肉的就来挑战了 rip,怎么加NG 不是刚才,刚才有点去WC的没,就错过那一段时间了 双鞋屁,双鞋屁加ING ripping ripping 双鞋屁加ING ripped 这个是Jump,这个是Jump,这个是Jump,Jumping,直接加ING OK,直接加 Jump,直接加ED 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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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gging,双鞋屁加ING ed 好,我看看应该也不会有别人做那你来做ERESD吧 我感觉大家,我们今天看连Brian生气到都没出现了 对,我一直问他,他也不回答 这个很奇怪,今天过节了 哦,这个应该是 可能团圆去了 哈哈哈哈 终究是团圆去了 对 大家,这个学校我弟弟就来台湾了一下吧 他明明就走了,我弟弟也是这样 来吧,这个怎么批评呢 ER的 双鞋屁加ER fattest fattest bigger双鞋屁加ER biggest biggest OK Hot hattest fattest co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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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加ER coder coder 直接加EST 我这广告群每个群里 每个群里都有广告军 那是无聊 没关系 就让他打广告 昨天你不是跟我聊到湖南人的问题吗 对 我记得 学校外面很多优先粉 很多卖优先粉 我就跟你讲 很好玩 我小时候我长大的时候 像我姓丁嘛 我妈妈姓宋 所以我 一直有人问老师说 哎老师你讲话这口音到底是什么口音 我说我不知道 因为我小时候我们家人 我爸爸讲的是湖南话 我是不会讲湖南话 但是湖南话好像一种很特别的意义 我是这么认为了 但是我觉得你的口音 但是老师我觉得你的口音又不是太像那个台湾 像我看到台湾的那中意 你跟那台湾的那个普通话好像还是有点差异的 没错吧 因为我不会讲台语嘛 然后我们我们从小到大我爸爸跟我妈妈我妈妈讲三东话 我妈讲三东话 所以说所以说有的人有的人说 孙老师你讲话是台湾人 但是我说不太对吧 我也不会台语啊 所以说聊到 没想到你还 其实你如果做点功课的话 你大概可能也猜到我爷爷是谁了 但是没必要没必要真没必要 那种事情还是少做为妙 那种事情 不错了猜得到就好 来我们先来下一个大题 我先把你放下去看看我跟其他同学想做这一段 给大家分享一下 再等一下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要讲 这个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到 Cyfix S-E-D-I-N-G Cyfix S-E-D-I-N-G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边也是一样规则 那我建议同学们就是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有时候你要去背规则 那当然老师在教发音的时候 我们说背规则是 你会发现发音跟规则 他有一些息息相关的一些 的条件是 就像我们一开始教 今天一开始我教自然评读 有些奇奇怪怪规则 好那么Cyfix有S-E-D-I-N-G 那当然S跟ED跟I-N-G 他就其实规则就 你又需要背了 S的公司有名词的S公司 也有动词的S公司 不过我们现在讲S-E-D-I-N-G 比较偏向动词 还是一样 哪位同学 我正在看这个广告文章 这边在写什么 美国、英国、加拿大 刚好我美国回来的 我老婆澳洲 不知道是不是我应该报名 去跟他们哈拉一下 我讲一个好笑的一个点 我们在从事这个英语专业 我也跟同学们讲 其实有个人他不太了解 每个老师他 因为对学生来说 对学生来说 他们可能不知道每个老师 他的专业度在哪里 像我有时候我写一些东西 有些同学他可能也不是很喜欢我 这我承认 因为每个老师都 都有一片天 但是说实在每个老师 我这么看 有找我做事的 有找我做事 找我配合的 蛮多的 蛮多的 但是 但是有没有人会去找这些莫名其妙的 什么国外老师 我会吧 我讲一个重点 你跟谁学英语 你要去想那个人 那个人会不会啊 如果随便抓一个人 就好像我从这个内陆 随便抓一个路人 我说你教我中文好 怎么可能 对不对吧 对不对 你在学校 我跟大家讲一个学习概念 学校老师有国小老师 有国中老师 有高中老师 有大学教师 有教授 每一个环节的老师 几乎都有教师证 你要去当老师 不是那么简单 你要去考 你要去考高考 你要去考国考 你要考一大堆考 考完才是个老师 随便抓一个就变老师 哈哈哈哈哈哈 一定都我的意思了吧 国小老师 不需要评 评论就可以当国小 平等就可以当国小老师吗 国中老师 不需要接受 国家级考试 就可以当国中老师吗 你去想想看 看这些老师经过这么多考试 国英数理 地理历史 一大堆 才成为一个老师 读了八年书 十年书 十二年书 十六年书 硕士博士 大家才有资格 去当个老师 我讲话讲的比较直白一点 大家才有这个资格去当个老师 大家会看你的写作 你的论点 你的论文 你的一大堆有没有资格当老师 那你随便抓一个路边的人 就说他是老师 哈哈哈哈 我这样讲够直白了吧 哈哈哈哈 如果你不喜欢我 也没有关系啊 因为 你还是会看得到我的文章嘛 对不对 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个概念 就是说 有的人他不能接受 其实一个老师是 比较 一个老师他其实也是经过很多痛苦啊 很多一些被人家这些砍杀的动作之后 他才可能出现在某个平台 我给大家提醒一下 好像我在某些平台 我有我的东西 那你觉得难道人家不会封杀我吗 哈哈哈哈 我在讲最后这个点啊 所以你要自己去写一大堆东西 别人知道你写的东西 或程度在哪里 大家会有一个概念哦 这个老师是在交涉 当然啦 看到广告军 这个我心情就 随便 随便抒发一下而已啊 我只是随便讲一下 好来哦 LERN 那谁愿意做这一大题 好 谁愿意做这一大题 所以老师有时候也是在想哦 老师也很想去写科幻小说 或者 或者一些 情情情 情态类的小说 别人都没有压力哦 哈哈 来这边 谁愿意做 你阿川都不做 那那只有我来做了吧 这怎么做 哈哈哈哈 来阿川再试试看 再试试看 Learns 直接加s learns ok learned 直接加ed learning 直接加ing cl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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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加s cleaned 直接加ing 嗯哼 help 直接加s helps 直接加s helps 直接加ed helping helping 直接加ing helping pick 直接加s picks picked picked 直接加ed picked picking 直接加ing jumped 直接加s Jumped 直接加ED Jumping 直接加ING Cooks 直接加S Cooked 直接加ED Cooking 直接加ING Play 直接加S Played 直接加ED Playing 直接加ING OK 那我们先练习一下 就只有S的翻译 你就这样直着这一段 你直接练下来 我听听看 Learns, cleans, helps, picks, jumps, cooks, plays OK 那ED呢 Learned, cleaned, helped, picked, jumped, cooked, played 这个就变成ED 这个就变成ED 就要快速反映它到底是念的还是ED 对不对 这个我追了 昨天我也看了一篇雅思的文章 雅思那边是用T 对啊 这个其实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就多练习一下 我对这个的判断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自己也要想一下 Learned, cleaned, helped, picked, jumped, cooked, played 我大概我通常因为我都发现我遇到T跟D 这个地方本来就是遇到T跟D的时候 就比较小心一点 就配EAT T的好像是快一点 D的话好像是要稍微停顿一下子 然后再这个 对啊 在音标来说的话 因为这两个颠倒 都会引导出E 对啊 好 那ING呢 这个简单了吧 Learned, cleaning, helping, picking, jumping, cooking, playing OK OK 因为一般很少人会有问题在这 就是EDLS 好 这个我学快一点就是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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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其实你看一下啊 好 那我们最后一大题 那这个又要 我想应该也是你会来陪老师做完了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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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the bench, he the coach let him play. on the second try,Tim,the ball, let he the ball past the pitcher. he beganand the reached homeplay. Tim is our player, we were proud to be ikaw,one more time. Tim was tired of on the bench, 你要直接开始做了 Ting was tired of sitting on the bench OK, good He begged the coach to let him play On the second try Ting find the ball Then he bided the ball past the picture He began running and reached home plate Tim is our hottest player Good We were proud to be winning Win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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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这个字比较特别 Fand the ball 就是把球给挥出去了 Fand 我是挥出去的意思 我以为是粉丝 粉丝的意思 粉丝的那个 但是猜猜应该是Fand 应该是Fand Fand 因为他Fand 他有风扇 有风的意思 他说他可能 灰 就是像球 Fand 就飞出去了 飞出去了 有飞 那种风 就是那种棒子 飞出去 甩出去 那个风就虽然把球给带出去 其实我觉得这种字就比较特别了 因为我们如果没有看过棒球的人 大家也猜不出来是什么意思 所以没错 接系之后 加动词安心 Backed the coach Fand Fand Now he batted the ball passed the picture 这边有个字 为达好 Picture Picture 这里手写个R Begin running And reach the home plate Picture OK 好 来 这边应该是 好像那个 好像是对的吧 Picture 哦 这个 应该是这个字 我是因为 我最近 我之前 我之前我打错字的时候 我不是有时候打字 会打出一两个字 没打对吗 我最近都是直接按那个文法检查 怕又有个我没打出 有一两个字 字舞没打对 他可能自动帮我教条成这个Picture 应该是Picture 投手 他可能帮我自动教条成Picture 哈哈哈 有时候他教条他不知道 他可能打出一个字 就教条成另外 OK 好 那我来念一下 然后开始看 念出的表 Tim was a time of sitting on the bench he begged the coach he begged the coach to let him play on the second try Tim fanned the ball then he batted the ball past the pitcher he began running and reached home play Tim is our hardest player pi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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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te 没错 picture picture authorities picture picture 'emange Is by sa he piciture o you add the ball picture ng pi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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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icture pi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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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德忠诃 How about to be a winner? 這個如果我唸的話我會RICHED 我會把T點出來 RICHED 因為時代還是要表示出來 對對對 我要講一下就是說 對外國人來說 他怎麼知道你用的是過去式 你要講RICH好了 你沒把T點出來的時候 對外國人說他抓不到你是不是過去式 你懂那意思嗎 I REACHED 我知道了 你懂那意思嗎 I REACHED跟I REACHED 意思不一樣 一個是我碰到 一個是我已經碰到了 對不對 所以對外國人來說 我認為外國人在聽力的時候 你講WINNER跟WINNER 他就有很大的差異 WINNER是一個人贏的 We are WINNER 他會把Z給唸出來 所以美式跟英式 其實我覺得 我自己常去聽英式 想要教內陸的嘛 所以需要聽英式 我認為英式的聽 怎麼講 因為他們的Pitch比較重 他們弱的重音比較不同 但是我覺得他們的念法 他還是有一些字是要唸出來的 我的看法是英式有英式的 比較獨特的音 那我唸就是偏美式 就是如果我唸Story的話 我會比較偏美式吧 但是你看還有一個字 Fan 這個字 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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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其實這個念偏向阿音 錢阿 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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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你就把這個試試看 這兩個音我覺得你可以試一下 這個音式的人都需要練習 你先唸 這個阿 然後你把那個阿往後移 你自己聽老實這樣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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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重要 因為阿跟阿 阿跟阿 我現在念的是兩個不同的阿 一個是阿 前阿 前阿 另外一個是叫阿 後阿 訣竅是什麼呢 你先看這個字母 這個你會念什麼 阿 對不對 阿 阿 可是你不要去念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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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前阿是阿阿阿 後阿是阿阿阿 你自己試著這兩個音 我覺得你這兩個一直切換 然後 這個Fan Fan 它就是前阿 因為你知道這個蝴蝶音 蝴蝶音它其實就是 前阿音跟那個什麼 阿的中間那個音叫阿 是嗎 對不對 所以Fan 它是比較偏淺不是偏後 Fan Pan Ran 那我們是前音 不是後音 對啊 這個是每次跟音是切換有一點小小差別 所以我覺得英國人如果念Fan的話 他不念Fan 他會念Fan 他會念後面的音 Fan 對不對 因為對他們的理解跟我們的發音的方式是有點不同 這是一些差異性 那我剛才有聽到就是這個音 這個音 還有這個比較聽不太出來 在Betit 跟這個 你的結尾的音 其他結尾都可以 我就只讀了Winners 那個Winners Win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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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讀了Winners 好 那也謝謝阿川這幾天都來陪伴老師 這個不知道Brian這個消失到哪裡了 平時 平時都有在這個 好 那謝謝你了 老師等一下 我還有個問題就是 OK 我拿著拿到一篇文章的時候 可能讀的會比較流利一點 但是一旦脫稿之後沒有文章 我就不知道該說什麼 不知道說什麼東西了 這個該怎麼訓練 這個我先跟你講 因為 我這樣講 老師這樣講一個簡單的一點 因為你沒有講英語的朋友 你沒有講英語的朋友 你要怎麼訓練 你只能揣測性 揣測性回答 像我一直不願意教這個 繪畫課 第一 因為我不覺得我自己是外國人 第二 就是因為我長期的跟我的朋友們交談 我們講的英語比較偏向這個 street 就是街頭的 那當然老師認為說我在教書 是比較希望所講話的 就中規中矩 我不想再這樣 我不想用這一套教學 如果你說 What up man Will you hit it You want to go someplace with me 我會開始講一些 像有的同學說 我認為這種大平台是不適合講髒話 但是問題是 髒話連平的那怎麼辦呢 我們講street language slang language It's a language 如果你去看黑人講話 就從頭到尾都在髒話 那怎麼辦 It's a part of life part of nature 就是有的人講話 他要中規中矩 那我 所以我會跟同學講說 這樣子比較困難 因為你如果想要聽原汁原味的英文 所以我又不能用這個street language 那你要我講什麼 那你當我是 你當我是什麼 一個這個talking radio You press a button I would say something straight I would say something straight You know like 我就沒辦法 因為你有的同學 他希望你講的就是更貼近外國 但是他又不能讓你去講那種真正到位的 包含髒話 包含street一點的language 那我該講什麼 你難道我是路邊說書的嗎 你聽懂我意思嗎 我又不是路邊說書的 但我沒辦法去改變吧 我沒有辦法去改變 那你剛才講那個問題點 我認為是說 因為你缺乏了一個普通的朋友 他會在一些比較 一些簡單的文字中 就是簡單的一些基本劇情中去跟你練習 那對我來說也很難嘛 那老師講一個很重點吧 如果我去講這一段也困難 如果一句一句 我通常都是故事型嘛 Tim was tired of sitting on the bench He backed the coach to let him play On the second try Tim found the bow Then he batted the bow past the picture He became browning and reached the home play Tim as our hardest player We're proud to be winners 我要講一個比較重點是 如果它是故事型的 老師也會唸啊 我還更抓得到感覺 但是如果你把它分開來分開來的話 對我來說也是困難 對我來說也是困難 因為 你懂嗎 因為可能我現在還沒有那種 我覺得我還沒有那種英語思維 因為說完一句話之後 然後就卡刻了 要自己先想好中文 然後再在自己的大腦裡面 再把它翻譯成中文 然後再講出來 這裡就隔了很大一個間隔 就感覺不流利了 但是拿到一篇文章 我能夠說一篇文章 我能夠用英語把它讀出來的話 就能讀得很流利 然後很長一篇的也沒問題 但是一旦脫稿之後 要自己來講 自己來描述一個事物的時候 就要先自己先想好中文 然後再翻譯過來 這個過程就很痛苦的 我告訴你為什麼 我告訴你為什麼 因為你讀的東西 它脫離你的現實生活太遠 我講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我講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就是說 比如說你學哪一科的 你學哪一科 你學哪一科 那學生物的 生物的嗎 那我講一個很簡單的 生物技術 你在學一大堆跟那個BioChem 你跟BioChem related vocabulary you have a lot of BioChem like什麼什麼chemical stuff 然後你學到一大堆奇奇怪怪的一些化學 chemical elements 那些有的沒的 相對的 那個專業你遇到的字 我相信你應該都會 你不信你拿你這專業的字去問一些老外 他全不會 因為他沒有學過BioChem 你聽懂我的意思嗎 你知道一個重點嗎 老師學的是電腦支管 然後我們學了很多一些電腦晶片的名稱 Microchip 你把什麼kandak這些 你把這些生詞去問一些一個女的老外 你不要問男的老外 你問女的老外 他聽都聽不懂 因為他根本不願意讀這類型的字 所以你的問題點就是因為你的 你操作是你專業 但是你的正常的英文 我們叫social talk的這一段 因為你沒有人跟你social嘛 對不對 你也沒學不到真正到位的 不可能 不可能 我跟你講 所有的大部分是什麼英簡雜誌 雜誌上面寫的那些phrase 那些片語 根本不是老外在用的 我不知道誰寫的 老外根本不這麼用 你如果是要正常邏輯面 我會講一個簡單 正常邏輯面能應用到的老外真的會講的話 你去看那個殭屍路 那個有續集的 有sequel的 有sequel的那種 例如說 殭屍路 或那些之類的 那有劇情 你把它它的字幕調成英文 那個就是 那個有辦法訓練 你就一直看下去 一直看下去 然後它因為有劇情 所以你知道 人與人在這個情境下 它會講什麼話 那你需要這類型的片子非常多 有殭屍路 還有那個美國還有另外的什麼 像什麼一些節目 像 你知道我在講的那種 那種有一集一集的嗎 老友記 不得老友記 一集一集的就是說那種 電視節目比較長 它有分season的 你可以去看看這樣子的電視 就是這樣子美國的那種節目 一集一集的 就是一集一集的 很多很多很多 我不知道內錄看得到 看不到 我都跟你在講 如果你要學標準 你就看類似那樣子 有的是偏笑話的 像我還記得我以前英文非常爛的時候 我剛去美國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最喜歡看 是有一個什麼什麼 有一個女 有一個那個還蠻好笑的 幾乎每天都我都會去看 用那個方法學你 才學到外國人在講什麼 因為他有時候 他講的一些很諷刺的話 我們講很諷刺的話 或者去找人家麻煩 或者看人家一些不好笑的玩笑 裡面都有 但是英檢雜誌不會有 因為英檢 我們是寫書的嘛 老師是寫書的 所以你應該知道 有些東西我們不適合寫在書裡 因為他需要他的 Viewer 他的看的人是大眾 看人是大眾 所以我們不可以去偏這個主題 偏太多 所以英檢雜誌也一樣 他寫的是那種中規中矩的英語 連外國人都不用 所以你當然你的邏輯思想 跳不出那個框嘛 因為你學的英語就是寫框的人寫出來的嘛 你聽懂我意思嗎 我知道了 你隨便拿四本英語雜誌 左轉右轉左轉 要去找低到一點的 要去找低到一點的材料 你不要去寫老中寫出來的 所有的英語雜誌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我說了算話 所有的英檢雜誌 就是老中寫出來 更不是老外寫的 上面寫的是什麼老外的名字 拜託 你當我是不認識這些人的 我現在講這個是有一點過頭了 但是我可以跟你講 我在出版文業 我是認識不少人 所以你不要跟我 我告訴你 我口袋裡的名片 我口袋裡面如果拿出來的名片 各個都是 各個都是 大家一看就懂 所以我剛跟你講英檢雜誌 很多都老中寫的 所以你跳不出他那個框架 所以你選不到 所以你說你沒辦法跟外國人反應 因為外國人講的那一套 不是英檢雜誌的那一套 你聽懂我 嗨, how are you 我都很少看到 外國人在跟我 how are you 外國人說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大概我認識的老外 他們比較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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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講 或許他們 他們就不 不是那樣子了 所以我建議你 你去看一些電影 他們講的那些東西 我覺得你去找那種 有一個我記得還不錯的 以前有一個美國女孩子最喜歡看什麼 我下課我幫你想 我幫你想 他類似那樣子的 尖酸刻薄的話你也學得到 打字永遠不會教尖酸刻薄的話 對不對 他怎麼會去教什麼叫go digger 對不對 他會教這樣子的字嗎 你真是一個拜金女 You're such a gold digger 你覺得永遠雜誌會寫這個嗎 不可能 問題是 這才是part of life part of life part of nature 所以 好 希望我這樣回答 我知道 我知道了 我會 好 早先離去 好 因為我聊過頭 我怕我會被 放入 違規看管的看管名單上 不要害老師 好謝謝 謝謝阿張 我們再下課再聊 好 那今天還是一樣 謝謝同學們 今天有來找到看我的課 那當然老師 有的是會提供大家一個想法 那不要太過頭就好了 那我也是認為說 有這方面的 我們可以提一些意見 那今天也教了一些巨型 那還是記得我們今天有教老師 教你啊 怎麼去判斷巨型的連用啊 那我們講的對的連接詞跟從屬連接詞 還有 好 來做這個複製修飾的一些巨型 演用啊 那也希望同學們 如果有什麼想法啊 可以記得來問老師啊 老師都很樂意回答啊 當然有時候不要拖題拖太多啊 畢竟老師在公眾頻道啊 學會自己形象啊 好 那謝謝感謝今天同學來看啊 那